下雪了朋友们 今天下了整整一天的大雪呀 看看我们家这个门楼上 小棚子上 还有我们家这个塑料布上 朋友们明天我就出发去南方了 今天我们吉林的大雪 才刚刚下下来啊 这个雪 如果这么下下去 晴天之后 村里的景色得老好看了 他都把那个山上那个黑土 街面上的那些黑色的那些建筑物 全部都盖成白色的可漂亮了 就这个时候是最好看的 下雪的时候天一点都不冷啊 就是晴起天的时候 天气温就降温了 你说这条雪能不能流住 就流住了哈 看看 每年下雪我都超级兴奋呢 看这大雪 外面是一趟那个沟 每年的雪 我都除在这个阳沟里头 春天如果雪太大的话 我们村里会有那种 就是集中清雪的那个大机器 要是雪不大的话 它就慢慢的花一花 就从这个小沟旁边就淌走了 这个雪水 这雪还是挺黏的 我的行李箱在这儿 我够不着呀 你瞅瞅你你可这像个影似的 爸我够不着那像的 我的皮箱在那个棍顶上 我够不着 今天我就要出发了 朋友们 我们这儿下大雪 还不知道那个高速能不能通呢 从我们老三队上长春 因为我们这儿只有长春有机场 从我们老三队到长春 得需要四个小时 四个多小时的路程吧 上机场 从长春市里上机场 将近一个小时 去 我的狗平常我不怎么录啊 因为好像是这个大型犬 是属于那种猎型犬 然后我就没怎么录它 怕朋友们害怕嘛 你们这个小小霜就行了 行啊 哎呦 那你要是棉好 你能撞去吗 棉好 现在那边能就棉好 那边应该能穿吧 比这边是不是能冷啊 昨天我看咱们那个网友给我留言 说是那边也降温了 然后下雨的时候阴天特别冷 说让我那个薄棉服 羽绒服该戴的也得戴 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戴什么衣服了 昨天我问小宗同学的时候 他说那边晴天挺暖和 阴天的时候也挺冷的 然后说你在家穿多少 你就来这穿多少 你说我上南方去 我在福河家穿 有人服着穿 这老鞋 上那边又穿那么多吗 然后我一看 他们那边气温还零上十几度 我们这边晚上都零下二十度 我才穿这么些 所以我现在这个衣服 我都不知道该拿什么样的衣服了 真的 我也怕冷 尤其是怕什么 那种阴天 阴乎乎的那种潮气的那种天 如果我还是那样的我就冻死了 我是那种属于有太阳 我就能活活血 能冻它 要不然有太阳我就凝固了 我就准备了什么呢 准备那种包容裤 假棉服 我觉得就够了 试试 但是也得拿一个棉袄 棉袄 用不着嘛 关键是我去 不是说一整个冬天都不回来了 那这气温 你要是半个月回到咱这个 你就冷 拿薄面服就不行吗 再来 那对的 我家上大锅 给你喝个鸡爪子吃吧 那边鸡爪子火 鸡爪子是我的最爱 我妈唬的鸡爪子是我的最爱 鸡脚下锅 来点葱段 再来点八角 放点食用盐 再放一点老抽 看看我妈卤这个鸡爪多像样 里边还放了两块五花肉 这是咱家盘景大米 加上咱老三堆的大茬子 朋友们早上好 我今天就准备正式出发了 现在是早上五点多钟 看看我们这边 还缺黑的天呢 我的天 起得太早了 都说现在交通方便 方便 这么方便 但是是针对大城市 像我们农村就得起一个大早 正常情况下不下雪的话 就得四个小时到长春 或者是四个多小时到机场 因为机场离长春 还有一个小时的路程 但是昨天不是下雪了吗 下雪今天就得更早一点 五点半左右出发 然后到长春的话 怕有雪延误 再看看是几个小时 其实对我们来说交通还不是很方便 因为机场只有长春有 你爸昨天晚上让我睡闹凉呢 我说我不用闹凉呢 我就睡闹凉 一会儿就醒 一会儿就醒 不能人啥事了 我听到手机一响 我现在都五点了 起来一看四点半 我爷爷干嘛起早走 我爸我妈就睡不着了 昨天本来就睡了一点晚 出发了呀 车到了 看着大棚烧烤 电钢猫猫亮 脚底下的雪 你踩都直嘎直嘎就行 你踩就好 你这儿 在这边 师傅慢点开 我走了 到机场买点东西吃 往上前打电话 行我走了 不要想我 要不要打电话 好 没关系 门吗 门有点紧 冻住了 挂上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